镜头转到中国大陆 但您看到大陆官方一直对外强调 目前引发流行的 梅浆菌跟肺炎的疫情都不是新病毒 可以防止也可以控制 但是浙江省的义乌政府一直声明 却把外界给吓坏了 因为这里面的倡议书就呼吁了 民众最好要保存10天以上的存粮 增加应急的能力 很多人就怀疑难道又要封控了吗 近期中国大陆至少7种呼吸道病毒大爆发 民众就怕前三年 新冠肺炎封城的阴影又卷土重来 浙江省义乌政府网12月1号 发布保存10天以上存粮倡议书 呼吁党政机关人民团体 学校和广大市民 应维持不少于去年同期 15天平均消耗的粮食库存 让大陆网友吓坏 以为又要重启封控 义乌政府则赶紧将倡议书下架 澄清误会一场 自信卫生局意见之后 星期六开始 要求进入和逗留在长者 康服和戒毒院舍的访客和员工 需要全程戴外科口罩 香港梅江郡疫情升温 目前累计出现超过百名病例 澳门紧急重启口罩禁令 呼吁民众打疫苗自保 不止口罩 新冠肺炎期间的中医用药 莲花清温胶囊也重启研究 发现对减缓梅江郡症状 能发挥效果 研究制定呼吸道疾病 中医药的防治方案 对于轻症儿童积极应用 中医药治疗 对于重症儿童 推动中医药早期介入 中国大陆研发的莲花清温胶囊 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 被证实可抑制新冠病毒 大陆官方表示 西医常规用药 搭配莲花清温胶囊 可加速减缓 儿童临床症状 预防重症 专家则建议 中药药育 小儿推拿 刮痧疗法 也有助于退烧 让大海煮水 代替茶饮 可以起到一个 舒风清热利焰的作用 为抑制呼吸道病情 大陆官方推广 中西医和疗 加开儿科 门诊病床 并调度医护加班 务求多管齐下 防止疫情扩散 TVB新闻肖明珍单元利益 综合报道 在杜拜举行的 COP28会议当中 承诺要在2050年 之前就要把核能发电 这样来做提升三倍 这样的承诺 不就等同于 跟民进党主张的 非核家园理念 背道而驰吗 我们就带您来检视 现在三党的总统参选人 他们的能源政策 首先我们等您看到的是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 赖清德 他提第二次的能源转席 那么建构聚会 共享多元减碳的 永续绿生活 至于代表国民党的 侯友宜则是以绿永续 那么以核减煤 用寄存的核电 来降低碳排 至于民众党的柯文哲 则是主张 研绎着核二核三 甚至是评估核四的未来 只不过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 三位参选人士 这样的政见 但是美国的气候特使就说 这核能 其实是一个必要选项 如果没有核能发电 人类就无法在2050年 达到了这全球近零碳排的目标 更别说要阻挡气候变迁的威胁 眼前这群示威者 高举单手 无声抗议 手里还贴着写了 停止化石燃料字样的贴纸 他们聚集在气候峰会 Cup 28会场外 要求美国停止使用化石燃料 这次气候峰会的一大主题就是要淘汰化石燃料 会议第三天 全国22个国家 包含美英法 加拿大 日本 还有主办国阿拉伯 核能发电 因为碳排放量较低 重新被国际重视 但许多人依旧担心核分裂的问题 因此许多资金和科研转网投入 这种技术 那就是核融合技术 而且距离这个大型的核融合 反应炉商转 大概只剩20到30年时间 国际远能总署IAEA也趁气候峰会期间 释出新的宣传片 支持提升核能发电 IAEA署长葛罗西更强调 世界需要核电来减少碳排放 好应对急需改变的气候变前威胁 TVB的新闻花赠深 许代宣章在杜拜台北采访报道 选战倒数41天 那您看到这政治焦点 国民党总统签选人好友谊 今天大声柯文哲正盈 说柯文哲应该很羡慕 自己有个好副手吧 对此呢 就柯文哲的副手吴欣盈 倒是很淡定 先称赞其他两组的 政府总统签选人 说他们非常有竞争力 更希望听到他们对台湾的解放 似乎想要相约他们辩论这一件 从小较大 我的无火师爷就告诉我说 要饮水私园 要回馈社会 小时候常常请我们去做 带我们去做义工 响应公益可不是一天而已 以星光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身份 吴欣盈和唐宝宝互动 相当熟悉 导人听得仔细 就算近期凭被贴上公主标签 吴欣盈不担心 但在被对手阵营 好有一大酸 柯文哲应该很羡慕自己 有个好副手 其他两队的候选人组合 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我也希望 很期待听看他们对台湾的解放 然后辩论的时候再见 好谢谢 但在正式面对面 旧政策辩论之前 从副手炒到选举经费 先前柯文哲财皮蓝银 有钱没地方花 不知国民党钱都从哪来 就遭朱主席反击 国民党会创下有史以来 花费最少的选举 我相信啊 因为他们钱都好几百亿啊 从好几百亿变几十亿 当然是少很多啊 良草吃紧的柯正营 续推小额募款 靠网络直播 凝聚支持势力 新装进总粉丝见面会 因空间受限 只限一百位 台下粉丝热情响应 柯正迎拼录站 要把高空站声量 转化成实体票 TV也是花唱片 亚美谈强报道 万华青山公益 连三天都有绕镜活动 蓝绿白各阵营的 总统参选员 也都会到场服教祈福 只是呢 前一晚青山公 有民众推挤冲突 这天警方加派霹雳小组 替候选员为安 而侯友宜担任 服教官也提到 未来台湾的领导人 一定也要清廉正义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侯友宜担任服教官 祈求选举顺利万 更强调青山王 更是司法正义化身 但因为前一天晚上的 绕镜活动爆发 口角推起冲突 除了参选人 本身的国安团队外 警方也增派 霹雳小组到场为安 青山公历史悠久 服教也有政治学 立委参选人 当然不能缺席 只是现在传出 侯友宜募款状况不佳 小机也曝光 党内的确有不少大咖 在努力 千万起跳了 小场要几百万 所以16场大的 数十场上百场小的 我认为加起来 会要花到两三亿 那最大的苦主 就是王金平 因为王金平就筹错良草 然后李乾隆也会很辛苦 大家要帮忙 跟企业募款 而副手赵少康和侯友宜 分进合集 同天飞到马祖喊和平 马祖就是最好的示范 原来暂地的最前线 现在变成和平的最前线 将来还要变成 两岸合作的示范区 对不对 赵少康担任副手后 增加不少选战议题 而先前公益活动 同台拉拉队女神林湘 从拍照角度来看 两人似乎贴很近 在网路上被做成梗涂攻击 我们一起比个小爱心 我们来比一个小爱心 赵少康拨文反击 还原当天现场状况 台上合照共有20人 本来就非常拥挤 各种低俗的嘲讽 对女性伤害更大 心里肮脏的人 才会看别人都是肮脏的 这位新闻高本地 李明慧撞开 约伤小组台北怎么倒 至于民进党的内骚 佩今天全国竞选总部成立 烈营大咖奇剧 包括总统蔡英文 也到场支持火力全开 批评在野党 说民进党贪腐 她说她不能接受 还算对手 侯友宜要成立特征组 大酸 难道忘记 骂王政争怎么来的吗 我们一起来加油 赖青的上台 只见她先主动伸出手 总统蔡英文再回头看了 以下肖美琴就定未美 姐妹琴真的不是说说而已 赖青的全国进走成立 南白河的纷扰 进行了几个月 不只是全台湾都在看 国际媒体 世界各国 看在心里 也都看得很清楚 搬出国际媒体 这场造势大会 绿营大咖全到齐 副手萧美琴 台上更是重申 选赖萧佩 延续蔡总统路线 赖青的跟萧美琴 会延续蔡英文总统 稳健的路径 继续带领台湾 我们这座 会让台湾人落脑 倒是总统身份便服选的 心情都有松 我今天只有十分钟 你要让我讲话 谢谢 但是我没有要选 你要记得这次要投对票 世界投资台湾 代表台湾很安全 对台湾很安心 但是在野党却为言耸听 他们说2024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我们需要强化我们自我防卫的能力 我们家的家门装锁 不是为了要挑衅邻居 我们会加装抱歉 是为了要更安全 替赖青的再打抗中牌 更把矛头指向侯友仪 因为他喊如果当选要恢复特征组 在野党说民进党每一条都贪腐 这种没有证据的说法 我不能接受 比赖青的还要俏 绿营造团结氛围 拿出气势不能输 TVB新闻林一杰 李国政理事后 SN小组台北报道 而在东台湾也相当热闹 前高市长韩国瑜到台东 驻见扫鸡 他也分享跟国民党总统参选 侯友仪的小故事 说有一天侯友仪问他 为什么选总统神经都这么绷紧 韩国瑜透露他的选举秘诀 要侯友仪五官柔和 就会过得非常开心 掌声加尖叫 台下一片骑海飘扬 韩国瑜来台东 一线声支持者超嗨 一出场把气氛炒到最高 甚至曝光自己快乐秘诀 给主帅侯友仪 我们侯友仪市长就说 那为什么我选总统 我每天感觉我脸上的神经 都崩得很紧 我说你当警察 一天让我抓坏人 毒品在哪里 枪支在哪里 你把自己崩得太紧 你现在出来选举 你需要是选票 你要把你的五官 整个很柔和 很快乐 很开心 侯市长一拍他的大腿说 有道理 用过来人经验 分享总统选战 要侯友仪放松 现在身份是蓝营不分区龙头 要台东的小姬未来进国会 别忘本 如果他是一个大喇叭 在立法院 碰碰碰碰 台东乡亲 很有面子 如果他是一个哑巴 不是大喇叭 台东乡亲 就非常辛苦 免利小姬为名喉舌 更端出 偏乡交通解放 要发财 要赚钱 先修入 我们从南投国道六号 打通中央山脉 28公里 穿过来 就是台东跟花梁 全台湾东部西部就联起来 超强助选员前进偏乡 巩固蓝营票仓 TVBS新闻刘静元 陈佑祥李宗泽 台东采访报道 尽管蓝白总统破局之后 但是地方还是有合作 尤其这一回 民众党台中市第一选区的 参选人蔡碧如 进总成立 不只柯文哲来站台 台中市长卢秀燕 也接下竞选总部主委 到场力挺好朋友蔡碧如 民众党台中市第一选区 参选人蔡碧如 三号一早在无期成立竞选总部 台中市长卢秀燕 带着包子粽子 到场站台 来祝福她包众 大家对于蓝白的一个状况 非常的有兴趣 跟大家报告 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我跟蔡碧如是很要好的朋友 但是我支持蔡碧如 不是只是因为私人的关系 私人的交情 卢秀燕是蔡碧如竞选总部主委 已创下蓝白不合之后 地方首次合作的示范区 你为什么要做蔡碧如的志工 做她的主任委员 我说为到台中 不是为到台一党 也不是为到我们的输家 是为到台中 为到台湾 我只是蔡碧如 为到台湾 为到台湾有三个理由 卢秀燕强调挺蔡碧如 是因为对方医护出身 曾任立委以及北市办公室主任 希望她的经验能够串联中央地方 来到你的掌声欢迎 我们的柯主席掌声欢迎 而柯文哲随后也到场 替民众党小机站台 虽然没有通台 但她不忘谢谢卢秀燕 柯文哲在台上提及不止一次 民众党的资源有限 希望再也联合对抗新潮流 蓝白首次地方合作 喊话要团结 让海线换新菜 其余北新闻神医军理 参与SNG小组台中场报道 而2024选战倒数了 很多的竞选参选人 他们都会用一些竞选看板 希望增加选民的印象 不过在台北松信区 这一边的蓝绿立北 就这么刚好 两个人的看板一上一下 又卡到两家餐厅的名称 似乎形成一个有趣的画面 北市松信立委 新华大站 两人路站打到看板 成另类空站 就在北市巴德路 与基隆路交叉口 双方看板 楼上楼下挂铜洞 对比店家招牌 徐晓鑫在上一旁 就是鳄鱼料理店 徐淑花在下 则是鳖肉料理店 位置卡位很有戏 他可以看到那个看板是 他比较像是说 我是鳄鱼 他是鳖 但我没有要吃他 所以没有所谓的吃鳖 我没事吃他干嘛呢 两个女生好好的吃来吃去 没有必要嘛 所以我是鳄鱼 他是鳖 那到底呢 路死谁手 还真不知道 这个点位是我的支持者 提供给我的一个点位 那他本身是在卖热炒店 那也欢迎大家来这边吃热炒哦 同样送信选去另一条路 徐晓鑫的看板 多了激进党来参战 楼下徐晓鑫 slogan是争气正义 激进党的杨佩华 楼上再挂一面看板 呼应徐晓鑫 slogan就用对方过去的事情 来呼应借机抢声量 他想要蹭我看板旁边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在我整个选区里面呢 就到处挂这种无聊的看板 其实也引发满多民众的反台 甚至有一次他挂了之后 民众气到报警直接拆除 唱起日不落驾驶族 赖清德 吴秉睿联合造势 请来八点党演员申请开场 网友就调侃这是三十年后的蔡依林 选举刊版创造话题 造势场也要跟进 TVBS新闻 陈佑翔 韋佳琪 李宗泽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记得下载TV 显往من旅ольно 警告 吴秀不紧 警告 KAR